这次在江苏南京五泰山体育馆进行的呢 全称是中国德州普洱克大赛 那么它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主办方宣传的名称呢 叫中国江苏普洱克锦标赛APPT南京战比赛 这个APPT是什么意思呢 是亚太普洱克巡回赛的简称 如果我们打开亚太普洱克巡回赛的官网 你会发现它经常组织一些这个 由它来提供技术支持的一些普洱克大赛 其中德克萨斯州这个德州普洱克大赛 在它官网上你能看到有在韩国举办的 在中国澳门举办的 在澳大利亚举办的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在赌场举办的 那么这次组织这个比赛呢 之前呢来了很多名人 像著名的歌星汪峰 这个乒乓球冠军陈启 射击冠军球剑 还有一些演艺界的小明星来捧场来 那么由于这次涉嫌赌博 汪峰的团队马上站出来 说我们这汪峰参加的和这没关系 因为主办方宣传也是 说作为具备专业 德州普洱克水准的选手 汪峰呢参加了中国孟治队荣誉队 而且获得了慈善赛的第八名 汪峰团队的人解释说 我们参加的比赛是慈善赛 我们参加的是慈善赛的开幕式 那就和这个比赛正赛本身 没多大关系 那么说这样一个比赛 说为什么事先你看 好像前边你看写着什么 江苏齐乐运动协会啊 江苏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呢 说这个名物都出现在上面 看起来应该是个正规的比赛 怎么突然间就涉嫌成赌博了呢 这主要是他比赛这个项目 德州普洱克 德州普洱克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那么咱们先给大伙说说 这德州普洱克是怎么回事 德州普洱克 宣称为德克萨斯普洱 是一种排类游戏 相传二十世纪初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洛斯小镇 当地人为了消磨时光 发明了一种 可以有很多人同时参加的普洱克游戏 这就是德州普洱克 1925年 德州普洱克第一次传入 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 后来又传指了陪加斯 自此德州普洱克风靡全球 同时 德州普洱克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2010年 瑞士最高法院台定 德州普洱克是以运气概率为主的游戏 反几切获利 据上缴50%的所得胜 同年 美国宾夕凡亚洲也判定 德州普洱克为非法赌博 认定德州普洱克的运气 差于技巧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这几年会在一些网站上的游戏史里看到 有关德克萨斯州普洱克 他几种玩法啊 什么怎么样 更多的朋友呢 可能直接就会联想到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们看的香港的赌片 像什么赌圣啊赌侠啊等等 一个桌子 那个绿笔子 有贺关 就是那裁判的 来给发牌 然后已经几张牌 当时那几种玩法呢 你还记得吗 像周日方演的那个赌圣 经常来就我收牌 这人感觉高大伤 我给你收牌 高级 高级 你只有一个机会赢我 就是红星 A 地牌式 红星 A 就德克萨斯州普洱克 德州普洱克 和这些玩法很类似 只不过具体呢 它有一些区别 区别是什么呢 比方说 它一般来说是 两个人到十个人左右玩 最多也可以达到二十个人 但一般是两个人到十个人 围坐这个桌子边 每个人呢 先给发两张牌 这两张牌是扣着的 然后呢 再在桌面上有五张公共牌 然后你每个人呢 把手里这两张底牌呢 和桌面上五张公共牌 总共七张牌 在这里边呢 你选出五张牌来 来组成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比大比小 你要大你就赢了 怎么比呢 其实咱们很多朋友玩过类似服务的都知道 最大的叫铜花大顺 就是尖 开 圈 钩 石 还有一个色的 比方红桃 黑桃 铜花大顺最大 往下是铜花顺 比方四五六七八 一个花的 再往下呢 比方说四条 你比方说四个八 说四个九 我说再往下呢 叫这个三条带一对 就是三个一样的带两个带一对 我说再往下什么三条 两对啊 什么小顺的 铜花啊 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玩法呢 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眼里看呢 觉得挺简单 但是德州普货 其实没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如果要是多人玩的话 他这里有进有推 我可以不要 比方说这牌气了 我这把他不要了 感觉运气不好的时候躲一躲 而且仔细观察周围跟你玩牌的人 他什么时候下注 什么时候突然激进 什么时候突然保守呢 这些人的面部表情 来判断他下注 出牌时候的这种感觉 他到底是哪个类型的 所以这里边斗智斗勇 既要看他脸色 也要猜他心里 就综合起来说呢 这是个勾心斗角的一个智力游戏 所以这德州普货在世界范围 尤其是赌场里边特别流行 很多人乐死不疲 愿意玩这个 咱们中国有不少啊 有钱人有些明星 跑到国外一些赌场去 就玩这德州普货游戏 就很多人觉得 他非常非常的刺激